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宝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事吗 当然记得 那个小笨蛋可是抢了你这纯情团的初吻啊 想喝水 你给我站好了 天天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了 来 反正是第一次 想想 真的很糟糕啊 记过了她两年 诅咒了她两年 结果到头来 人家甚至早忘了 自己曾经招惹过 你真喜欢她 重要吗 等了这么多年 早就 放不下了 既然她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么就有她的补偿 这很公平 不是吗 看来你是认真的了 身为好友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一些建议 哦 比如 文斌那种人其实很好对不对 你对她坏一点 她当然十倍奉还 不过 你若对她好一点呢 她肯定会感激不尽 对你好更多 是啊 她是你样的性格没错 所以我现在以退为进了 我跟她道歉了 你居然道歉了 徐凤 我有些难以想象 你 喂 文斌啊 我现在在疯狂啊 今天晚上生活不错 遇到好几个满意的 啊 好几个呀 你 你们 不会是要去玩MP吧 那都不会 我没那种变态的嗜好 对了 今天晚上我不回去 你找我有什么事 哦 刚才师姐来电话 说明天叫你过去图书馆一趟 知道了 没事我挂了 就就就对了 做的时候 注意安全啊 那种地方 染上病就不好了 知道了 我还以为她吃醋打电话破坏你呢 结果 喂 是不是有点失望了 哎 对了 你有跟她告白过吗 在她骂童心恋恶心的时候 我还跑去告白 你当我白痴啊 那倒也是 你真爱面子的家伙 回来了 是找的床伴 不合心意 还是玩高楼才回来的 你回来了 今天晚上玩得还开心吗 还好 师姐说 我累了 不想说这些 文斌 哈 你杯子拿饭了 靠 文斌你个白痴 你把你吃了 饿吗 我煮多了 你要不要也吃一碗 你们直接在酒吧里做 不会被人看见吧 这年头 大家观景还真是开放啊 虽然那里也有贵宾室 提供给客人娱乐 不过 我一般都会把人带去 附近的宾馆 你是天生的同性恋 只对男人有感觉吗 还是 文斌 你这么问 很不礼貌 我 我是不是只对男人有感觉 你可以亲自来验证一下 我也是为你想啊 找个老婆有个家都好 生个儿子 叫你老爸都有成就感对吧 总比你在外边 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瞎混要强啊 我觉得 如果你不是对女人 彻底无感的话 还是变回来吧 不要再整天去找什么难剂 来解决生理需要 那些人说不定会有病呢 万一传染上了 你以后可 说完了 我告诉你我不想听这些 我父母那边已经教训我一年了 我不需要你再来一次 我不是想教育你 我 靠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反正 反正老子就是不爽 就外面鬼混 还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 气死我了 你倒是挺紧快吧 那是 您都那么累了 家务只能我来做了对吧 麻烦让让 早餐弄好了 桌上摆着呢 您去吃吧 花儿大师兄体力真不错 昨晚玩的那么晚 今儿早上还能这么早起来 你不用担心 我体力向来不错 要不下次带你去见识一下 今天晚上 Prissy有脱衣袖 我正要去看会儿 不用了 你自己去吧 你不在 我正好玩游戏 特资 走 师妹 你知道文毕的手机后吗 不知道啊 我可没兴趣 跟你毛泽的孩子练习 哈哈哈 哈哈 文毕 你就装吧 你活蛋 昨天刚去峰里见 今天又去 就不怕死在床上 文毕你也是 不管不管的 你干嘛老想着他 太爱跟谁上床 关锦鸟试 你有点出息没有 这不是去creezy的路上吗 我怎么 算了 来都来了 我靠 这里是妖怪聚集地嘛 这些人怎么都这么变态 那个混蛋 原来这种地方放松 小家伙 竟然进来了这妖怪聚集地 还想活着出去呢 把他带到我房间 是 老婆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哪儿啊 竟然被捧住了 啊 身材不错嘛 皮肤好 睫毛很长 还在轻轻发抖啊 装得也太没水平了 你 你干嘛 你要给我打什么东西啊 病毒还是鸦片 傻孩子 不是病毒 也不是鸦片 只是 会让你很舒服的东西哦 你有病啊 放开我 罢子 你敢动我试试 我挖你十八点肚粉 好啊 你去挖来瞧瞧 我挺喜欢靠谱的 不知道我家肚粉里 有没有好玩的东西 你老子喜欢积累点的 你把手套打开 咱换个难度高一点的 刺激点的体位 撑啊 不撑 身材还真不错 电话 是徐峰 怎么没声了 是我的幻觉吗 也对啊 他怎么可能打电话给我呢 你两个王八蛋 现在应该在外面风流快活吧 跟面前这个变态一样 戴着一脸变态的笑 把别人衣服裤子给扒了 你他妈变态 人渣 我召你明天出门 没想撞死 你这个禽兽 我会王八蛋 你这个社会的败类 地球的垃圾 你活着浪费养气 死了浪费土地 你都不配叫人 你连猪都不如 被你骂了那么久 我至少收回点利息 听够了吗 叶金慧 你敢碰他试试 徐峰啊 你的口味 真是让我震惊 那个小家伙骂起人来 我叶家的祖先 都会被他弃婆的 他还当着我的面 骂我这里是妖怪集中营 那我这个妖怪头头 如果不给他点教训 也太辜负 他给我的称号了 对吗 过来吧 VIP套房12号 给你个机会 现场观摩 叶金慧 现在 马上 放了他 放了他 可他让我很不高兴啊 让我很想 教训他一顿 你要带他走 你是他什么人 恋人 文婢 坐我回去 没事的 喂 小家伙啊 他说 他是你男朋友 是真的吗 你满意了 不满意 证明关系 是要相互的嘛 小家伙 也证明一下看看 叶人渣 要不要老子脱了衣服 给你演唇功 够了吧你 喂 我腿软 你背我吧 嗯 手拿开 问鼻 我不想跟你说话 受完的伤 还疼吗 不用你毛骨耗子甲刺呗 徐凤 捉弄我很好玩是不是 你强吻我的时候 看我愤怒的样子 很有意思是吗 你去那里找乱七八糟的人上床 听我好奇跟过去 被人抓起来侮辱 也像他看笑话对吗 可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个人 我也有尊严 你他妈玩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我也会难受的 被你们当成玩物耍 捏柿子一样任意欺负 抢我又脱衣服的 老子会难受的 文毕 我不是要捉弄你 我是 我是喜欢 你明白吗 以前的事 真的可抱歉 我并没有玩弄你的意思 你没有跟那个姓叶的 联合起来 一起捉弄我 没有 那就好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先 怎么了 我 突然记进来 那个姓叶的王八蛋 他给我下了药 好像是 春药 不吧 我帮你 你 你要怎么帮啊 你 你不会是真的要 做吧 要不 你给我端一盘凉水来 教教啊 没关系 这样更快一点 你闭上眼睛 别担心 释放出来就好 他给你下的药 应该不多 奇怪 叶剑辉到底给文明打了什么药 如果真的是催情的药剂 没道理文明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 不过 不加毛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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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兴奋 甚至 甚至还有一点点温暖 徐凤 徐凤你 可以了 药效应该过了 你睡吧 那个 谢谢啊 不客气 别把头温在杯子里 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好好休息 晚安 草 新叶子王八蛋 你给我下药 让我这么丢人 老子改天一定杀你全家 你等着 妈的 太丢人了 居然 摘到手里就 你说 不会 希望 平行 到手里头 国家 再把你做意 你负贴 你负贴 真好,老子今儿不把你这辆不已开出来显白的破车给砸烂,老子就是龟孙子。 你这是要砸车还是偷车? 砸车的话,玻璃很厚的,要不要我帮你借个铁锤? 偷车就不必了,你要是喜欢,我借你开两天,有话好说吗? 我借你妈的人渣,别以为老子是任你玩的,你算什么呀,戏业的混蛋。 怎么样,昨晚,你男朋友带你回去之后,过得愉快吗? 你脑子有病,我真是不明白,你这样没人性的混蛋,怎么还能活着? 我哪里没人性了,见你脑子缺糖,我昨晚可是给你打了三百毫升。 你,你说什么?你给我打的,不是春药? 傻小子,我给你打的可是葡萄糖啊,如果你被人占了便宜,那也不关我的事啊。 葡萄糖很贵的,针头也需要花钱呢。 哎,真是个傻小子。 一针管的葡萄糖? 靠,新业的人渣,居然耍我? 害我以为是春药,还把着徐峰帮我。 靠,这怎么丢人? 炒面啊,泡面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许再吃泡面了。 哼,我吃什么,好像不用大师兄管吧? 你以为我想管,你煮泡面把锅给占了。 我要吃面条,让它生嚼啊。 那,我嚼泡面吧? 不准。 啊? 我说不准,你听到没有? 嗯。 另外,你以前是不是答应过我,不再骂赃话的? 你昨天骂得很嗨吗? 叶家的十八蛋,都被你挨个儿问候了一遍。 那是他自找的,他…… 闻闭。 如果以后遇到危险,不要再这么一气用事了。 听到没有,不管什么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乘口舌之快,懂吗? 万一你真出了什么事,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你……担心…… 废话。 幸好昨晚,叶景辉只是开个玩笑,如果是其他人抓了你,你真毛躁心不散,惹怒了对方,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我…… 我真担心你这个傻瓜。 算了,没事想吧。 其实,我这几天去酒吧,只是跟夏丰喝了点酒,没做其他人。 所以,你以后不许去那种地方了,给我安分点。 明明应该讨厌她的,可是……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拥抱真的很舒服,很温暖啊。 水,水要烧干了。 你烧干就出去烧干。 你烧干就出去烧干。 你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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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爆干。 thkym'm Tak 我卡 wisdom, wait..... 胡云 hoped 哈哈。 哎,文篇。 您说大师兄生日,到底是开个party好呢, 还是到饭馆搓一顿好, 又或者买底料在宿舍打个温馨火锅。 他生日什么时候啊 你这么快就准备 后天啊 现在准备不早了 随你们怎么折腾去吧 我再拦着管 又得省间买礼物了 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不好意思 来晚了 呦 文斌同学在啊 见到老师 也不问你什么好 夏老师好 给你的 生日快乐 不打开吗 他每年都送我一颗石头 说什么 有心意就好 礼物是什么并不重要 我那儿 已经有二十多颗石头了 那也总比你送我个空盒子好吧 我盒子里面起码装了东西 诶 文斌 你有没有给你师兄带礼物啊 大师兄 生日快乐 这种盒子 这种盒子怎么看都想定性信物啊 怎么样 不看看吗 你们别都看我呀 打不打开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就打开看看嘛 文斌都不介意了 谢谢你 嗯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那个项链 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吗 是 是吗 你放 我真高兴 文婢 你终于想明白了 我爱你 不 不是的 你误会 我不知道那个项链 有字 你放开 你干嘛 你这个混蛋有完没完啊 听我说行吗 那个项链中间有字 我根本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爱你 我又不是跟你一样同性恋 你 是吗 我 我 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但我不是同性恋 所以 抱歉 我以为你是喜欢我的 是我太自信了 对不起 是我马虎了 让你误会 没事 那天之后 徐峰开始刻意地躲避我 我知道 是我那天太冲动 说错话了 可我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 会喜欢上一个男人 我只是 我只是在这些日子以来的相处中 不由自主地 记住他的好 不由自主地 想要靠近他 跟他在一起会紧张 他去找别人 会吃醋 被他亲吻是会慌乱 这种濒临失控的感情 究竟该 怎么办啊 你 文彬 你回来了 那个什么 接下来大师兄 要跟着导师 去准备他的毕业论文 所以就不带你了 以后你跟我一起 都给许瑶世界管 我走了 你们两个以后 就每人一个我是吧 一直挤着睡也不是办法 你去哪儿啊 我去住我以前租的房子 跟 夏丰一起 对 那再见啊 这段时间 谢谢大师兄的关照 不用客气 刘伯 你觉得 两个男人在一起 会有好结果吗 这个 不一定吧 不过 至少试试看呢 如果真喜欢的话 就别轻易放弃嘛 免得以后后悔 可是 万一戒不掉呢 爱情就像鸦片 如果长了 接不掉 还不如从一开始 就远离他 我说的对吧 你怎么突然 这么文艺了 刘伯 我没告诉过你吧 我以前 在精神病院待过 别害怕 我不是疯子 不过对你怎么样的 其实 只是有点抑郁症而已 小时候我爸在一场车祸中 为了护住我 被撞死了 我那时候小 爱咱九脚尖 一直闷着不说话 于是呢 就被我妈送进医院 治了半年 我真是佩服 子那家医院了 原本老子是抑郁症 出院以后 反倒变成狂躁症了 我喜欢骂人 但也不是天生喜欢骂 我小时候 其实还挺乖的 这些事 你都没跟别人说过 这种事 有必要到处宣扬 让人同行吗 我知道你看出来了 我 挺喜欢的 前几天 一直想不明白 对她是什么感觉 生日那天 彻底想明白了 她 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 她心里其实挺嫌弃我的 我全身上下 毛病多 嘴巴又脏 生活习惯也不好 她一直说 想改造我 以前还觉得 是在开玩笑 现在仔细想想 她 她其实 真的 很讨厌我这样 粗俗 再说了 如果我真跟她在一起 那我妈怎么办 老公为了救儿子死了 儿子没出息 还变成了同性恋 她该有多伤心啊 闻病 放心 我没事 反正恋人可以再找 我妈可就那一个 徐峰她走了 正好 我 完全可以忘得她 找个好姑娘 娶回家孝敬我妈 下雨了吗 她没带伞吧 嗯 好像是 我去送把伞给她吧 大师兄 你来送什么 来给大师兄 送伞啊 谢谢 还有事吗 啊 我是想跟你 说声谢谢 我这毕业论文 多亏你帮忙了 你在电脑里 整理好的那些资料 我都看了 你对我真的很好 我也没什么 可以回报的 很抱歉 不用客气 我也没想过 要你回报 嗯 还有 那天很对不起 我太马虎了 弄东西 都不看清楚 没想到那种项链 还能有玄机 让你误会了 原来送的礼物要回去 很不礼貌 但我想 既然是误会 你还是把它 还给我吧 可以吗 谢谢 我听说你很喜欢骂人 以后在我面前 不准说什么脏话 听见吗 这些书 两天之内给我看完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许再去逃避 我真担心你这个傻瓜 是我太自信了 文碧 跟我一起 文碧 没事 我不是要说的 不是 我是习惯 你明白 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了 一切结束 结束 妈 你这么快就到了 还说去接你来着 我好像睡过头了 我就知道 你这孩子 做些习惯 还是那么乱 过来坐 站在那干嘛 妈 你坐了一天的车累了吧 唉 我说您啊 干嘛非要来看我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有胳膊有腿 活动自如呢 我不是专程来看你的 到这里开会 顺路过来看看 你 我回来拿我的书 上次行李没搬完 阿姨好 妈 这是我大师兄 帮了我很多忙的 你好 我家文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 没有没有 他挺好的 阿姨 你们继续聊 我去书房收拾一下 妈 我削个苹果给你吃吧 算了 算了 这么丑 我还是自己吃了吧 你的刀工依旧很烂 我看哪 是太惯着你了 以后要是娶妻成家了还这样 知道了啊 我从今天开始学做菜 好了吧 阿姨 那我先走了 何必 你帮我抬一下箱子好吧 我先走了 文斌 我喜欢你 你知道的吧 呃 我不是告白了吗 你又打耳边风给吹过去了 文斌 我不是要捉弄你 我是 我是喜欢 你明白吗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搬出去 是给你时间 让你仔细想清楚 嗯 我想清楚了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不是同性恋 而且 你不知道吧 我爸不在了 我妈就我一个儿子 三代单传呢 我还要娶个儿媳妇 回去孝敬她 恋人 可以再找个合适的 但是我妈 可就那一个 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吗 可以再找个合适的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烦不烦啊 大男人 干脆点行嘛 都说了不可能在一起 你放手 文斌 我喜欢你 也不是最近的事了 很久了 那又怎么样 你喜欢我 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他妈又没衣服给你回报 是你有眼无助 喜欢上我 你喜欢我吗 文斌 你愿意 为我努力一次吗 对不起 你给我认真回答 到底喜不喜欢我 有点喜欢吧 但是 还没到为了你 就改变性向 放弃正常生活的程度 徐凤 你值得更好的 莫比 我要走了 不问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跟我们关吧 是因为你妈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哼 大师兄再见 贺心 不会再见 看不到 远处 也从未停止 我的苦衷 就从痛苦 最后一次真心 全部拿来当不住 好好保重 我期待你 又一次挽留 一次你祝多的情 就已让我 满足 我 爱了我 今天两天很新鲜 你是喜欢清蒸 还是红烧啊 我记得你以前 嗯 恩什么恩啊 这孩子 我问你话呢 你想人哪 我记得你以前喜欢 小心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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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像爸那样丢下我 妈 你睁开眼睛 别吓我 妈 你是病人家属吗 是的 我妈妈她 怎么样了 伤势严重 正在抢救 你去办住院手续吧 什么 没带钱 没带钱你办什么住院手续啊 诚心捣乱吗这不是 走开走开 下一个 你去哪儿 昆斌 我要走了 不问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跟我无关吧 昆斌你真的可笑 明明没办法给她任何的汇报 却一再地 想要她为自己做这做那 还真是 无耻到家了 喂 什么事啊 徐凤 怎么样了 还在里面 别担心 你妈妈会没事的 我先去办手机 你坐在这儿 别乱抢 听到没有 嗯 好了 别怕 会没事的 嗯 这个怀抱 真的很温暖 可是 即便再温暖 也持续不了退家 手术很正工 谢谢医生 啊 麻醉要消过了 你们的妈妈就会醒过来 你们可以去看她 也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你 住院的钱 我以后再还你 哦 你刚才在机场吗 我是不是耽误到你的正事了 钱不着急还 飞机改明天了 莫比 我有话想对你说 出去走走吧 我要跟老师去荷兰了 多久 一年 一年啊 挺快的 也有可能不回来了 如果能在那边找到好工作的话 或者如你所说 在那边找个合适的 顺便结婚 你不留我吗 还是 你不想留我 那好吧 你自己保重 好好照顾妈妈 还有自己 嗯 我想问你 好吗 好吧 不是强迫的那种 只是 很想问你 最后一次 你 我们应该是离开了吗 我应该是要不在那里 我应该是要不在哪里 我应该是要不在哪里 真的很感谢 徐父 该见了 两个人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恋爱 如果一直都是我在付出我在等待 那我也会累的 你想放弃了吗 放弃的话不甘心 可不放弃 对方一直不敢回忆 期望越大 失望最越大 即使期望大了会失望 总比 没有期望的好 我知道 明白爱情不是一个人的心 即使你才能等 转身结束游戏 不想离去 回到原地 狠狠地逼自己 撑下去 走这段路 就算看不到远处 也从没定住 我的付出就算痛苦 最后一次真心 全顾拿来当赌注 好好保住 好好保住 我期待地有一丝晚了 哪怕一个借口 回忆就能满足 我怕我会 轻固自己 困住你 困住你 明白爱情 不是一个人的 吸体 即使你残忍的 转身结束游戏 不想离去 不想离去 回到原地 狠狠地逼自己 回程下去 走这段路 就算看不到远处 也从没定住 我的付出就算痛苦 最后一次真心 全部拿来当赌注 好好保住 我期待你 有一丝晚了 开始编织一个 陪你的借口 留下的理由 明知道这 仅仅是斩不断的痛 却还想把自己 再一次掏空 只要你的笑容 无所谓以后 就算全世界一起 我要你就足够 下定决心 走这段路 就算现在 看不到远处 也从未停住 我的付出 就算痛苦 最后一次真心 全部拿来当赌注 好好保住 我期待你 有一丝晚了 一次你主动的错 有一丝晚了 就寻扪 让我 满足 I love you